好,再来 这个练习舞在这边 我们就要开始 就要做一点点 简单的描述统计了 Summarize 好,那我们看一下 原来电子书题目就很简单 因为在前面我们已经 已经把65岁的参与者 排除掉之后 然后借由这个来计算 所有的参与者 在这个幸福感量表的中位数 好,然后我们在 但这个中位数还有很多事情 可以说我们先来 先来演练一下这个程式码 好,那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程式码 它就只有一个值 Data Medium 然后它这边呢 它这边呢 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问题就是很简单 就是问一个是 中位数,一个是平均数嘛 好,然后主要是 它这,那么同样 好,这边也有一个Data Mean 那如果说比较好的话 比较,大家应该知道 我不是在前面单元2跟3的时候就已经有很特意的 带大家认识什么是inline code 好,那 比较建议就是这个 今天这次作业还不会太要求 好,就是 但是这是建议 如果说你要累积你的功夫 你的这个R跟统计的功夫的话 尽可能像这样的一个统计量数 你现在就可以学着用这个inline code 去在你的这个作业的输出中做报告 好,所以像这里 呃,单元7 就是说 呃,快,就是我就 我就可以说这个什么 快乐 呃,65岁以下 快乐 快乐感量表的中位数式 呃,然后这边 就是用那个Beta Beta Beta Medium 然后平均速式 平均值式 呃,应该不用冒 好,就直接 好,那 比较,比较,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像这样子 那这个主要是 帮助你自己 你自己做一个记录 那之后 你如果说你是在 会在 你之后再做任何 就要做这种资料分析的 报告的时候 像这样的范例 就可以派得上用场 刚刚没有腻 还没有 因为这个前面已经写很多程式码 所以跑到这里要稍微等一下 好你们就可以看到练习五 就是他就告诉我们的 中位数是74 平均是72点多 那这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好像他的小数点有一些多 那这里的话 就我们 我相信同学我们多多少多少 我们都在前面都已经 有见到另外一个 虽然电子书没有详细介绍 但是你们在使用的时候 都有发现的 一个叫做wrong的 这个是四舍五路的函式 就是当你的一个算出来的数字 有很多位数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函式 就是告诉R 你要把这个数值取到小数点第几位 像这里我们就先设定说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效果 OK好我们看到是支十二点四八 对不对 好那现在呢 呃这里就可以看到 好那么现在呢 呃我们刚刚前面是特意制造了一个叫做edge样 先请大家告诉我就是另外一个量表的这个分数 另外一个量就是那个忧郁量量表的平均值跟中位数 A是要是edge样的哦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最低分最高分已经过了 好从这个开始算 呃除了edge样之外 这位邱耀生同学他已经超 他已经超前很多了 可以请你放慢一下脚步吗 可能要那个帮 要等一下后面的同学 好这边有我看一下 好这个是edge样 请注意是cesd哦 不不不不是那个ah 是这个才对 好 还有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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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D 然後是age樣 是age樣的資料 這個很聰明 他用那個稍微直接列表出來 很好 剛好就第五位就這樣 就在這個